那我們來看看一些練習 這就是歐姆定律 在電阻一樣的時候 電壓跟電流成正比 公式我寫給看R等於I分之V 那請問你 從這個圖上來看 應該是誰大 R1大還是R2大 R1大還是R2大 你覺得是誰大 帥哥美女No.4 4號 你覺得誰大 你覺得是R1比較大 很好 答案叫做R1比較大 好 我們直切一刀 表示I一樣 這個V比較大 這個V比較小 R等於I分之V I是一樣的 所以呢 V如果大的R就會怎樣 R就會大 所以呢 誰會比較大呢 所以就R1比較大 所以R1比較大 OK 好 這個 也是三年級的公式 F等於MA F等於MA 如果F一樣的時候 M跟A乘反比 所以畫出個彎彎的線 這個彎的很不對啦 這個彎的根本不是反比的彎吧 不過沒關係啦 我們不計較 來請問你 在這個裡面來看 F1大還是F2大 公司也寫給你的F等於MA 從這裡面來看 我們是 F1大還是F2大 來 我們 找一位帥哥 有帥哥嗎 帥哥叫做 29 起立 你覺得誰大啊 答案叫做不知道 男子安大丈夫說不知道 就不知道 不知道 唉 來 我們來橫切一刀 橫切一刀 表示A一樣 這個M比較大 這個M比較小 根據我的公式F等於MA 如果A一樣 一樣 那就表示M如果大的 F就會比較大 所以呢 答案就是F1比較大 F1比較大 這就是要來判斷 很簡單 很簡單 有一些題目就是這樣子 畫一張圖 問你誰大誰小 方法就是直切一刀 或者是橫切一刀 因為凡事要比較 站在一樣的基礎上 配合你所背的公式 你就很自然可以看出來 到底是誰會比較大 或者誰會比較小 就是我們用來判斷的方法 可以嗎 可以 很好 還有一個最後一題 不過這一題 其實 你大概只要一些觀念清楚 就會自然知道答案了 大概注意點小地方就是了 就是你說要了解水溫跟加熱實驗的關係 然後呢做這個 然後就量一些圖形 請問你哪一個圖 是你做出實驗的結果 這其實不太需要你去比大小 你只要有觀念就小 一個加熱100公克 一個加熱200公克 用同樣的火源去加熱 然後 請問 圖應該是哪一個 圖應該是哪一個 多幾個咧 這個人叫做 25 25 C 你做加 答案叫做C 你也不太需要比大小 你只要有觀念就好了 一杯水比較小 一杯水比較多 加熱的時候誰上升快 小杯嘛 你就知道是小杯嘛 因為加熱一樣的時間 A是100克的上升比較快嘛 有小就知道了 可是有個小問題啊 A也是 A也是100克上升快啊 你為什麼不行呢 因為他說 對 他說從20度開始加 有個粗溫嘛 A的粗溫是多少 0嘛 這樣子 OK 這就是很簡單的一個做法 所以 剛剛講過了 keyword 叫做 凡事要比較 要站在一樣的基礎上 keyword 公式要把它背清楚 公式背好 什麼一樣 它寫成一 一眼就看出來 誰會成正比 誰會成反比 就可以由於判斷說 誰比較大 誰比較小 所以 你就要把它這件事要做 要記住 好 一 要把公式背好 第一點 要會背 不會背 什麼都不用講了 小朋友什麼也沒有用啊 小朋友也沒有用 然後呢 公式背完 用公式可以判斷 知道誰成正比 誰成反比 就知道可以判斷 誰大會誰小 就會通通了解 這就是 我們希望你能夠學會的事情 可以嗎 可以